其實我好像分不開Youtuber和KOL的分別在哪裏 兩位 即Sany和佛雞姐 其實可不可以幫我分辨一下這件事 KOL應該是說他某一件事是很聰明 Youtuber可能就是未必很聰明的 可能只不過是拍了一段影片很搞笑 然後放上去 然後突然間很多人看 KOL和Youtuber的分別 我覺得是KOL可能在某方面有他的專業知識 令到一些人會follow他的立場的意見 但可能Youtuber我覺得他會有多一點 在創作上的心機 或者會有多一點跟觀眾之間的interaction 近幾年來就好像將兩者變為了同一件事 我開始摸到了 我覺得好戲 Youtuber就是靠分成 因為靠劍擊論 所以那個已經是一個錢 KOL就是因為他要做一些事 跟那個商品有關係 所以他又有錢收 所以他又會生活到的 但我覺得剛才你說了一件事很重 現在是混合品 就像火雞姐最近唱歌 遲些你的身份就已經不要做Youtuber 或者什麼 就唱歌 就是那麼簡單 在香港很多不同台業 不同身份的人 都不可以單靠他的工作 那個身份去生活 所以譬如像我這樣 譬如我現在想唱歌 我是沒有能力 亦都沒有辦法可以 只靠這個生活 你看我也會有很多不同火雞姐的創作 去幫助自己去鳴聽 那Sunny呢 Sunny你會不會再單一一點 因為你沒有興趣唱歌的 那就單一一點 我反過來 我之前是唱歌的 我有沒有說那麼好笑 是嗎 他先唱歌 他先唱歌 可能之前先唱歌 他懂得填詞 他也懂得填詞的 音樂人 我以前是做音樂的 做Hip Hop的 就是做Rap的 音樂香港很難找食 其實餓死多的 後來我也有上班 後來沒有上班 因為當時我上班很乏味 覺得經常上班 我一直都是做這些 誰上班覺得很興奮 除了我這份工作 然後我就在想 可能會有什麼突破呢 我就不如拍片 試一下 我就開始拍片 再做Youtube 然後就跟別人吵架 那些 那些 就跟別人吵架 都是之後的 之後的 以前 是正式來的 所以你們是 正式來的 因為Hip Hop的 所以喜歡跟別人 對 我就想說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這個世界的網上 會僅有留言 我心裡會理會他 你幹嘛要跟別人吵架 我不在意 那些人留言罵我 很多人留言 在下面留言 很醜 怎樣怎樣怎樣 或者是 這樣也能溝通到女人 其實是認識那些 很喜歡別人的 整個導遊 你都出去拍片 有人看 我會看 但我不會理會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人怕出名就是豬怕肥 你不是去到某一個階段層次 得過有人理你 我吵你吵架 你還拖 咦 這個世界原來 有一個人叫奴蜜雪 你抬了你 是的 你抬了我的身價 我當然會生氣你 你跟豬打架 我會生氣你 我會生氣你 我就是宇宙最強的 你自己能否感受到 我有時也會有人罵我 我覺得沒什麼要還擊的話 我都不會說 底線是什麼 底線是 東亞病夫 中國人是救狗 我都不會說 也不是 如果你說他隨便說粗口 那些很 沒有意思 所以他又不理 粗口 很小事 你可能誕毀到一個人格 令到其他人覺得 可能冤枉我某一件事 或者可能是對自己的聲譽 可能會有影響 會影響到之後的事情 我才會說 才會出聲 很多媽媽跟我說 我兒子已經說大了 要做YouTuber 我突然間請問 你兒子現在多少歲 讀什麼 小學五年級 普遍來說 現在的小孩 每個都想做YouTuber 因為覺得 每個都可以做到 好像吹完水就沒有錢收 拍片上網說話 只是年紀就是這樣 但其實比想像中難很多 在香港 可能養護到的YouTuber 其實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都會跟他說 你到底有沒有心機 有沒有時間 有沒有耐性 去做到這件事 但有時家長會覺得 怎樣跟小孩說不好 是呀 怎樣解釋給他 怎樣解釋 因為其實家長也不太了解 到底是甚麼事 其實我很老實說 我不會建議 目標就是做YouTuber 即是 副業興趣開始了 做YouTuber 或者做你所謂的影響 90%是運氣 即是你拍得多漂亮也好 或者你做些事情 多天花龍鳳 你唱歌多好 聽過MV做得多好也好 其實你扔上來 都未必會有人看 就是講运氣 就是那一刻 可能會播放 但运氣這件事 就不是每個人都有 我都不明白 為何現在才走运氣 我自己會覺得 你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如果真的想投入這件事的時候 要全心投入去先做 即是你起碼先做了 你真的不行了 那你要做 都死得 都洗得硬閉 所以你只是將你的成功歸咎於运氣 我覺得運氣都佔… 佔九成 也好 即是你覺得可以佔少一點 這樣三、七成 三、七成 他不是超過 但也十指 但一定 其實YouTuber某程度 就沒有人告訴你 有年齡限制 但我自己覺得這件事 是非常年齡限制的行業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我又不覺得是 是呀 那你最可理 你快點告訴我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事 不能太彈力 即我本身一開始的時候 是拍開箱的 但是出去公仔開箱 那時候剛好幸運的人看 所以我才可以繼續拍片下去 然後我又拍一些舉大壽司 做一些很大塊的壽司 這麼大塊的壽司 然後又做一些很多古靈精怪的 但是後來我發覺 原來這些東西未必再有人看 那我就想會不會變其他東西 你不同的類型 你都要想一下會不會拍 就像我之前這樣說 我每條影片都想有10萬個view 原因是 不是因為數字漂亮 而是因為我知道它是否歡迎 如果它受歡迎的話 那我就覺得 原來這件事可以繼續拍 原來它沒有人看 那我沒有人看 所以年齡限制就是 我當然要看一個年 所謂年輕人 因為這個 我也很老 這個世界是相對的 因為YouTuber這個身份 是這幾年而已 時間本身很短 所以我的意思是 當你再做下去 你自然會遇到 所謂的樽頸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段時間 突然間 這個世界很流行 叫Fashion Blogger 哇 大家都吹之若無 最好笑就是 那些國際大超級大品牌 忽然之間 覺得那些 Fashion Blogger 還要比任何一切 要請坐First Road 去看的東西 近年你有沒有留意過 他們有沒有再提及 Fashion Blogger 我已經告訴你 絕對沒有了 他重新請回 最大的明星歌手 或是Celeb 即是那些人 或是KOL 坐在First Road 即是說 只要那個品牌 不再重視這批人 不知道他怎樣生存了 現在就變成Fashion Blogger了 在後排還坐 你看不到就 就看不到 他也會這樣 去年你已經知道了 一個星期三條片 其實你說生存了 你說我養得自己 老實實 一批東西都養得自己 十批東西 還是一百萬 每天要求都不一樣 但是我都說 作為父母 我帶帶朋友問一問 其實這樣量化之後 是等于你有大块的收入 靠views 不计算广告数 有件事也要澄清一下 views数的数字和广告的收入 其实又不是成正比 有时候你播片之前有广告 那个广告如果是大公司 即是银行 他一定会给多些钱去下广告 或者可能是一些游戏 游戏一定会少些钱 因为它是小公司 所以你要看回那时候要下什么 如果你幸好全部都是大广告的话 至少都是六位数字 如果真的全部都是很漂亮的广告 但如果不漂亮的话 就可能都过五位数字 五位数字过十八千万 五位数字即是九万 即是近十万 即是近十万 即是如果大广告多 就是说十几万或以上 这些东西是运气 所以我经常都说运气 不是代表一条片有千万人看 也不代表你发达 你基本上是要维持稳定的输出 即是你每个星期真的 很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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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电视台那样 Youtuber的followers 就像你们那样 是说用十万以上的人 去follow 那我就想问 那怎样赚钱呢 我又撑上墙 那些钱怎样掉到我的袋里面 看回点击率 如果你有一定的创作水准 以及你的创作空间 我觉得 心机时间成本 是都可以生活到 找到吃 多产还要高质 而且每个条片的点击率 都可以 大概起码过了十万 你才会觉得 有一个相对 合理一些的 那些叫分成 那什么时候可以休息 休息其实没有 你以前上班都可以打电话去 请病假 或者你用annual 这样 但现在 做Youtuber就是没有时间休息 几时休息的时候 就是我完全没有灵感 说话的时候 因为我真的是 现在是正职 因为我一个星期出三条片 我二四六就出一条片 其实我想问 一个星期出三条片 算不算密的 当然密 你后製要等节目 你要找contact 最近发生了些事 在香港就没有出 但是正常 就是一个星期出三条片 也维持了两年 今个月我也少了钱 但是没办法 我觉得 有些东西是共同进去的 比如说给我听 你推过的一些 所谓的广告 你推她的理由 我都要看 match 和 match 和 match 火鸡姐 她的style 还有有时候 你不同自己的价值观 你真的不会想接 我想我数一数二 在香港YouTube里面 我是一个很怪的人 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经常都弹走这广告 那些广告 希望真的 我自己有兴趣 一来 我觉得拍出来是好看的 一定推的就是 国内网购中心 90%国内品牌 我们都推的 对 你监管不了品质 一来 二来 我们不喜欢用的东西 就是她的电话 电话扔过来 我们不用 因为我们在用iPhone 就是我们iPhone的狗 iPhone的狗 iPhone狗 都会作作问两句 你这是什么 我是国内的电话 OK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 全家人都在用iPhone 直接打进去 她挺好笑 我很喜欢你的坦率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谈 但其实那些是很赔得钱 非常赔得起钱 很赔得起钱 对 某程度是极本台 这个字要小心一点 不是 我没有你讲的 陀地 陀地 你陀地 你现在不吹不菩 这个问题是 是啊 是啊 这些都已经结成了 我整天都觉得 你今天可能有20万订阅 20几万订阅 你的原因是因为有观众 就是他们帮你 所以你要对他们好 而且你不应该让他们看 他们未必真的这么喜欢看的 我们不关钱钱 都不关钱钱 我们从来看钱的 不过因为他们要浮云 我们对于这些人很浮云 我挺珍惜火贝姐这个角色 因为 你一世的了 是啊 你的快飞也是这个字 其实我有社会站在这里 甚至乎是工作的 他想说关于戒斗 戒毒 或者一些同性戀 应该要被尊重 那些工作的时候 就算很少钱 我也会照顾 因为是宣传一样对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有责任有好玩 就是要拿那个平衡 有些会找我 就是可能不借钱的 就是财务公司 那我自己觉得 财务公司是财仔 就是你拍广告 叫人借财仔 你拍一条片出来 那是不是不是这么巧 我看到那些大明星都拍 我自己觉得 你能看我的影片的人 就是中学生 他还要说 我就是贪你够多中学生 中学生开始要借钱 差不多了 可以周转 他说不是借钱 借2000人 周转 中学生要借多少钱 你叫他年轻周转 我认识 你会不会不是那么好意思 就是直接跟他说 其实真的不是很适合 就是这件事就不是那么好 给他多一个尊重 这个 就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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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